为了让民众能够更加的认识空污来源 台中市环保局透过电玩游戏创意 设计趣味动画短片 将日常生活中的污染源 变成了游戏卡关里的大魔王 借由环保兼兵一一闯关 宣导全民新手打击空污 守护都市的空气精灵遭空污怪兽抓走 环保人员监护市民求救 化身环保兼兵准备闯关 环保兼兵一路过关斩将 连排放黑烟的大魔王也只能束手就范 这是台中环保局的空污宣导动画 透过电玩游戏闯关的创意 吸引大小朋友目光 这部动画里面我们对于台中的歌剧院 东海教堂等等一些 属于台中市特色的地景 那我们也放在这个动画里面 游戏关卡不只融入台中知名地标 更结合空污防制及补助措施 一方面让民众彻底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空气污染源形态 更展现环保局与市民吸手打击空污的理念 那比如说固定污染源的部分 我们就要求这个大的电厂要做降载 那工厂要加装一些房制的设备 另外有关移动污染源的部分 我们近几年就是希望 七机车能够朝向电动化 那公车也是请交通局协助我们 尽量辅导业者采购电动公车 台中市府积极推动空污防制措施 未来已将优先从工部门着手改善 并针对大型污染源加以取缔 打造空气清新的移居城市 记者台中综合报道